自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逐步走出疫情的阴霸以来 许多国家的银行股都随着经济的复苏 而有了一段强劲的表现 但被我们华人所熟知的中国四大银行 股价却长期低迷 那么在2021年年末的当下 是不是终于等来了抄底的机会呢 本期视频将会介绍中国工商银行的基本情况和投资亮点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中国工商银行港股股票代码01398.HK 是国有四大银行之一 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 工行在中国市场中拥有最大的客户群体 在全球绝大多数的主流市场都拥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因此也被称为宇宙行 而回看工行的发展历程 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全球化发展的缩影 未来的得失成败很多程度上 也将取得于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位置 从传统的企业估值的角度 工商银行无论怎么看都是被低估的优质资产 但无论是中国金融行业的开放程度 还是本身股权结构 还是自身业务开发的空间以及可能性 都压制着包括工行在内的四大银行的股价表现 目前如果投资工商银行则主要基于以下三个主要的支撑 一 工行股价存在低估 下跌空间相对有限 未来有价值修复的可能 二 工行的营收增速保持稳定 这意味着未来也能保持不错的排期水平 按工行高达7.4%的收益率来看 这是当下不确定性极高的市场环境中 比较不错的回报表现 三 中国经济放缓 后续财货币政策有放款的压力 银行板块将从中获得利好 而即将到来的年底 以及新年期间的第一季度 也通常是银行板块 有着优异表现的实践周期 但同样需要注意到的风险是 如果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 那么工行的股价大概率会在底部横盘 甚至小幅下行 但从乐观的角度看 如果中国市场能够成功完成 当下的结构性调整 让消费工业以及科技等产业 代替房地产成为新的经济支柱 那么银行系统中的资金流转速度 也将增快 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也将得到改善 而工行也将从中受益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新年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